公司的龙绍华做事消息传出震惊演艺圈 现在不少艺人们都纷纷发文悼念 龙绍华的多年好朋友向娃跟蔡龟 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 一度哽咽地表示真的无法接受 而为人海派的龙绍华 他也深得后辈敬爱 像是最近准备跟他合作 饰演妇女的女星王乐妍 他更是把她当成是爸爸来看 知道消息之后心情很难平复 而另外艺人丁柏林他也感叹 以后台湾少了一个演什么像什么的戏精 来 来 我跟你插过一遍 那干什么 走 演出公益影片饰演失智老人 投入十足情绪引发共鸣 金钟市地龙绍华 十四号晚间传出促事消息 震惊整个演艺圈 不少人得知后相当错愕难以接受 因为我们当时去 剧情有些对白 就是讲到说 他有讲到人生 终于有一天都会走的 那时候我有劝他说 你不要赚钱赚那么辛苦 所以我刚刚看到他走的时候 我就觉得 真的好难过 我明白他为什么会走掉 谁就是 看到他一起拍得很好 怎么会 怎么可能 他有什么病吗 没有啊 不只多年老友不舍 龙绍华平常做人海派 深得后辈喜爱 最近才要合作的演员王乐妍 更是哭到无法平复心情 脸贴脸合照 两人形同妇女 王乐妍透过经纪人转达 说无法相信 才第一次跟龙哥合作 竟变成最后一次 没解决的合作 第一次见面就教他演妇女 觉得他很像爸爸 有人说龙哥是个老戏精 演什么像什么 台湾电视史上 又少了一个巨星 真的很海派 对朋友什么都很亲切 见面 久没有见也是很亲切 包括卢广仲 贾经文等艺人 纷纷发文悼念 就连台南市长黄伟哲 也在脸书发文 谢谢他特地来台南拍戏 行销赋成文化 最后的身影 依然深烙人心 他亲切的形象 爽朗的笑声 将永远存在所有人心中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